何鴻生博士既是成功的跨国企业家 亦是大慈善家 从国际间赞誉和表扬 触见何博士的成就是实至名归 何博士是首位同时获港澳政府最高荣誉勋章的人 分别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售大纸经勋章 和澳门特区政府的金莲花荣誉勋章 另外何博士又获英国、法国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比利时 日本和马来西亚等政府授予荣誉勋分函 2004年何博士在获班受法国荣誉勋章司令勋章时 就发表对获德国国口爱的感受 我在1984年获受了法国荣誉勋章 从骑士级晋升到司令级 如果你问我的感受 很老实 却之不功 仇之有话 因为我的法文真是有限公司 最能够是说那两句 今晚大老婆 今晚大老婆 和今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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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晚今次获受这个赏语 肯定了我过去的老娘 对我来说真是望大人的鼓励 为线追落的何博士 更将回馈社会的优良传统 薪火相传给下一代 何博士一家分别担任不同慈善机构的总理 积极造福社群 堪称社会各界的典范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自己也不知道 你问我地书长 我捐了多少 我不知道 何博士最为人尊尊乐道的 就是以高价收购流失在海外的 玄冥苑十二生肖 朱手铜像与其马手铜像 然后捐赠给国家 继续去找寻 如果找到一定会照做 好 谢谢 其实你是否希望十二生肖 全部都归回国家所有 我认为物归原始统 都归回家